欢迎来到我们的今日六度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俊 今天的新闻非常引人注目 首先亚马逊和SpaceX联手起诉美国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 声称其结构危险 这一案件将在保守派的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审理 可能会对工人权益造成影响 接下来新布伦瑞各省的财政部长预测 因为临时护士的高昂成本 该省的赤字将达到9210万加元 这与之前的预算盈余形成鲜明对比 尽管总收入预计超过预算 但支出却大幅上升 尤其是卫生部门的开支 最后德国总理夏尔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进行了近两年来的首次通话 从事了对乌克兰的支持 并呼吁普京进行和平谈判 这通电话在当前紧张的国际局势中尤为重要 让我们期待后续的发展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环球邮报报道 美国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NLRB的执法权力 正面临一系列诉讼挑战 其中包括亚马逊和SpaceX的诉讼 这些公司试图在保守派的美国上诉法院 抵制NLRB的权力 亚马逊和SpaceX声称NLRB的结构违反了宪法的权力分立原则 另寻求阻止NLRB对其劳动实践的指控 随着拜登政府对工会的支持 NLRB的工作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尤其是在这些公司首次面临工会运动的背景下 专家指出特朗普的当选可能进步削弱NLRB的力量 使其在法律攻击面前更加脆弱 环球邮报还指出 新布伦瑞克省的财政部长 预计该省在当前财政年度将出现九千二百一十万加元的赤字 反转了之前预算的四千零九十万加元盈余 这一情况的恶化主要归因于医疗部门的开支超出预算 其中临时护士的费用占据了重要部分 尽管总收入有所增加 但支出大幅上升 使得整体财政状况不容乐观 省得净债务预计将达到一百二十二亿加元 按导电视台报道 德国总理孝尔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进行了近两年来的首次通话 讨论了乌克兰战争的各个方面 孝尔茨呼吁普京与乌克兰进行谈判 以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 普京则强调当前危机是北约激进政策的直接结果 并表示俄罗斯愿意在能源贸易等领域 与德国进行互利合作 此次通话在乌克兰局势紧张的背景下进行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表示担忧 认为这可能会削弱对普京的孤立 随着特朗普的当选 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 也面临新的不确定期 Axios报道 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如果被确认担任特朗普总统任命的 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被切切 做不得将可能对该部门进行根本性重塑 肯尼迪多年来一直是美国最著名的疫苗怀疑论者 这让公共卫生专家对他的提名感到震惊 特朗普曾沉默让肯尼迪在食品和药品的联邦监管上 近期失陈 而专家们则警告他可能会削弱医疗系统的关键部分 导致可预防疾病的增加 HHS是一个近2万亿委员的机构 负责分贝联邦预算的近25% 涵盖FDD、CDC等多个影响日常生活的重要部门 日经亚洲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太经济合作P.E.CC.E.欧峰会上呼吁亚太国家加强合作 以应对日益增长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 他单边主义 他单边主义 简座全球化正在减弱 经济体系应保持多边贸易 增强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器 习近平的讲话被视为对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的回应 尽管他没有直接提起美国 习近平还提到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基础设施项目 如在秘鲁的深水港 象征着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增强 他呼吁亚太地区应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开放的区域主义 以促进经济增长 阿基尤才报道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旭 麦张森表示 他将请求众议院伦理委员会不要公开关于前众议员马特 盖茨麦蒂茨的潜在损害报告 认为公开该报告将设立可怕 盖茨辞去众议员职务后 伦理委员会的调查通常会停止 但两党参议员希望查看调查结果 以便在考虑盖茨的确认时进行参考 尽管盖茨否认任何不当行为 并声称调查是前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 Kevin McCarthy 的报复 但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哈基姆 杰弗里斯哈听Jeffers 强调 透明度是民主的最佳做法 环球邮报报道 德国总理阿拉夫 舒尔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近两年来的首次通话 在这次通话中 舒尔茨敦促普京撤回驻乌克兰的军队 并与基辅展开谈判 以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 普京则强调 任何结束战争的协议 必须考虑到俄罗斯的安全利益 并反映新的领土现实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通话表示担忧 认为这会减轻普京的孤立 且普京并不想真正实现和平 与此同时 德国在支持乌克兰的立场上 面临内部政治挑战 舒尔茨希望通过与普京的沟通 增强自己的政治地位 德国之声指出 舒尔茨和普京的通话标志着 两国领导人之间关系的恢复 舒尔茨在通话中重申了德国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 并呼吁俄罗斯展现出愿意进行谈判的态度 这次通话的背景是 乌克兰在东部战线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局势 俄罗斯军队持续推进 乌克兰在武器和人力方面出现短缺 此外 德国政府还对朝鲜军队在俄罗斯的部署表示严重关切 认为这将进一步加剧冲突的升级 独立报则报道了一起发生在前往土耳其的航班上的离奇事件 一名79岁的女性乘客莉莉 因拒绝支付9英镑的冷冻金枪鱼卷 而在飞机降落后遭遇武装警察的拦截 她声称在飞行过程中受到机组人员的不断打扰 最终被检查检查护照后被告知可以离开 尽管航空公司表示由于乘客的扰乱行为而报警 但莉莉坚决否认自己有任何不当行为 此事件引发了关于飞机上也是礼仪的新讨论 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 关于乘客在高空中使用金枪鱼的争议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 令不少网友感到震惊 《独立报》报道 瑞秋·泽格勒因其在社交媒体上对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愤怒言论而道歉 这位23岁的白雪公主明星在特朗普赢得2024年选举后 在Instagram上发表了激烈的看法 称这个国家有一种深深的病态 并希望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永无安宁 然而 泽格勒随后承认自己情绪失控 表示对于自己的言论感到抱歉 并强调每个人都有全发表不同的意见 他的道歉在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梅根·凯利要求迪士尼将其从即将上映的白雪公主之人版中解雇后 引发了更大的关注 《环球邮报》指出 泰勒·斯威夫特的粉丝们在寻找最后时刻的演唱规门票时应当警惕诈骗行为 因诈骗报告数量激增 加拿大反诈骗中心称 今年已经收到190起关于粉丝被骗的报告 许多受害者受害者是通过朋友或熟人的被盗账户被引导购买假票 这显示出诈骗者的组织性和高超的手法 反诈骗中心建议若有人通过社交媒体提供门票 最好通过电话或短信等不同平台确认卖家的身份 以避免上当受骗 《环球邮报》还报道了亿万富翁埃隆 马斯克对OpenIDLong诉讼扩大 现已将微软作为被告并增加了反垄断的指控 马斯克在加州奥克兰的联邦法院提交的修正诉状中 指控OpenIDLong诉讼扩大 非法垄断生成性人工智能市场 并试图排挤竞争互赏实用它 并试图排挤竞争对手 诉状称OpenIDLong诉讼扩大 在短短8年内从一个免税慈善机构 转变为一个价值1570亿美元的盈利性巨头 违反了合同条款优先考虑利润 而非公众利益 利润OpenIDLong诉讼 马斯克的诉讼毫无根据 并称其为日益夸张的骚扰 旨在为马斯克自身的竞争优势服务 美联社报道 赫党土提名的国防部长候选人皮特 赫格塞斯在2017年被指控性侵犯 事件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的一场 共和党女性活动上 尽管警方调查未发现证据 赫格塞斯的律师坚称指控完全不实 事件发生时 赫格塞斯正经历与第二任妻子的离婚 并与一名福克斯新闻制作人有私情 特朗普的发言人表示 赫格塞斯将在确认后立即投入工作 以确保美国的安全 独立报分析了特朗普与埃隆马斯克之间的密切关系 推测他们的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和X可能会合并 科技评论员认为这样的合并可能为两位商业领袖带来巨额收益 尽管X的用户基础远超真实社交 但两者的内容管理理念趋同 均强调言论字 专家指出 合并对特朗普而言是一个可行的推出策略 有助于兑现其在真实社交的股权 环球邮报报道 加拿大文胎公司已签署协议 以2.58亿加元出售位于安大月省布兰登的工业地产 这一交易是在经过激烈的竞标后达成的 出售的物业面积达到150万平方英尺 因公司近年来的供应链投资和整合而不再需要 预计该交易将在2024年第四季度完成 出售所得将用于减少公司的债务 预计将为公司带来约2.4亿加元的税前收益 谢谢您的收看 市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五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一份 抗民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第三次行 写ет 那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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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